舞妞我身来爱唱歌 而音唱就军记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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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四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大男生陈志健 林坤颖 张耿豪 张耿华组成了创作团队豪华朗基工大大颠覆了人们对科技艺术的想象 他们结合了音乐 视觉 装置 文本 激发无限创意 不仅邀请观众到美术馆里晒太阳 更去到法国乡村小镇带领当地居民一同打太极拳 让科技艺术不仅好玩有趣更发人深省 其中 延续两大创作脉络之一《照顾计划》所发起的作品《日光玉》 别出心裁的回收寻常家居里的旧灯具 改造后装上LED灯泡 创造出具有殷勤圆缺的另类日照 营造多层次的思索角度 之后更一路从美术馆出走 去到台北宝藏岩 台南盐水粤金港 甚至远到英国曼彻斯特与更多群众相遇对话 除此之外 豪华朗基工也透过跨域合作计划 与编舞家周舒逸 舞者 戏剧演员合作 推出一系列实验作品《一日》 等于 我会被碰撞 主爱 M 持续为团队触发更多创作能量 为了不断挑战自我 追寻更宽广的创作视野 豪华朗基工与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 发想天气好不好 我们都要非创作计划 将一只手工模型鸟透过电脑3D影像运算之后 制成37,200张空白鸟图画 其后 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走访258所小学 足迹遍布台湾各地与离海岛屿 让小朋友一起成为艺术创作者 一笔一画引领无数个小小梦想勇敢飞翔 你知道什么叫科技艺术吗 你想象中的科技艺术是长什么样子 科技跟艺术可以结合吗 会不会是冷冰冰的东西放在一起 就变成科技艺术 还是你会觉得说看不懂 然后转头就走了呢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2010年 四个1980年出生的大男孩 现在已经是中年生了 他们出生了一个团体叫做 大家好不是豪华朗基工 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玩你想不到的 你可以说是艺术品 但其实又跟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你停留在他们的作品前面 只要花一点时间 会让你想起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欢迎豪华朗基工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 偶像团体的第一名成员 林坤颖 你好 嗨 也可以叫你妈妈 真的就比这个少事了 一定要吗 没有啦 我开玩笑的 那你们会带来高歌一曲吗 没有 好 接下来是一堆双胞胎兄弟 但现在已经长大长得没有很像 先介绍的是弟弟张耿华 你好 你好 再来是张耿华 你好 你好 我是耿华 豪华兄弟组 还有最后是 听说比较文静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的 陈志健先生 主持人好 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你们本来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到后来为什么会凑在一起的呢 来 阿布 我啊 我其实我的背景是音乐 所以我在大学念了哲学念了音乐 后来转到美术系去 其实一直在做美的事情 所以我考到研究所 其实就是科技艺术研究所 我是用电子音乐考进去的 所以刚好就遇到了这两位好朋友 那我自己 我自己当然在个人创作的时候 也都是比较多音乐类型的创作 那其实科技这个东西 它真的在运用的时候 它未必是直接转化到某一种 视觉或是听觉上 它其实是很综合的 而且被藏起来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玩这样的东西 好 那浩华兄弟 你们呢 你们是一直都是一起念书 一起长大的双胞胎 一直到研究所的时候才分开来 对 而这都是研究师 你们想要念不一样的东西吗 还是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是 就跟哥哥就一起 从国小一直到高中 全部都在同一个班级里面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先考了雕塑系 进去之后 结果他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其实背景是雕塑 他觉得其实从平面转到雕塑 其实一般的机会 就不会这么有机会可以碰到 所以他觉得不然他也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到研究所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喜欢的东西 所以他就转到了另外一个部分 就科技艺术去 你还是继续做雕塑吗 但是在中间 因为很喜欢机械装置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又被哥哥影响 就是哥哥受你的影响 然后他后来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你又被哥哥影响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上边共同体啊 这种感觉吗 没有啦 就是在大学那里面 就已经喜欢玩那个东西 但是在系上 并没有教这个课程 只是有金属课 只是说金属课 其实就是喜欢把这些东西 乱拼乱凑 变成一个会动的东西 那在系上 其实雕塑 其实一直都是静态的状态 那开始拼凑这些东西之后 开始变得有些动态产生 那可能跟以前的一些雕塑方式不同 等到他们 他去到那个系上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 认识了他们两个 我觉得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东西的组合 你就觉得哥哥的朋友比较好玩 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会设计机械装置 可是没有像他们在设计里面的一些程式的时候 会好像那个东西没有灵魂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动 动得很死 或是他只能动得很机械性 可是他们写的程式进去里面的时候 他们会变得比较活 反而我觉得这样是好的配合 明白 所以那智剑你是 我大学背景是念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 对景观设计 然后慢慢觉得其实数位这个媒材蛮有趣的 所以研究所就念科技艺术研究所 然后认识这两位 然后其实使用电脑 其实常常会觉得说 你好像少一个实体的东西 因为它非常虚拟 然后刚好刚好 他们其实对于实体的东西非常擅长 所以等于在我们碰到创作的时候 需要实体的时候 我们其实常常就会找他们 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装置 要怎么做 然后他们就分享很多意见 透过这样其实我们在组团之前 我们就常常在合作 嗯 组团 组团 像Ban一样 之前你们是两个不同的团体吗 对 一个是豪华兄弟 其实我们不是团体啦 他们是团 他们是兄弟 对 中间也是一个团 也是一个组合啊 我是个家庭 就很像南方二重唱 对 我现在在笑 我不要再开这个玩笑了 好 所以你们 其实你们理所当然 好像就可以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那种感觉 因为如果都在一个家里的话 你做什么我也知道 那我就随便插两句 其实就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种感觉 对 所以本来是你们两个一起的 那你们两个是 我们就研究所 研究所 是同学 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就组 朗基工这个团队 为什么是朗基工 它的英文是Logical 就是逻辑的 嗯 然后 然后 我们就找一些字 是可以符合我们的属性 嗯 然后人可能代表光的意思 嗯 然后机械跟工 嗯 嗯 然后 它弦有很像台语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好像蛮不错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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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四个人 就是凑在一起 变成真正的男孩团体 四个人 因为 研究所的时候会一起帮忙 嗯 因为就是大家节长不短 嗯 然后 在互相的帮忙之中 也同时在学习 嗯 然后一直到 09年吧 09年有一个工作 是电影美术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一起 一起 就是 在这份工作里面 一起工作了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觉得其实彼此之间的 那个 工作的衔接越来越顺畅 因为其实有 过去几年的 互相帮忙的基础在 对 然后后来 昆颖就 提了这件 对 其实她提的 这个节目 可以问她为什么 觉得大家一起玩很好玩 我 我开始是认为说 很多东西的组成 它 它强调的是和谐嘛 然后 从和谐里面 才可以创造出新东西 那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 大家一起做四期很好玩 可是事实上里面 那个调和是更有趣的 我们想实验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说 其实 好往结婚这个团队本身 它就 可能就是我们的作品了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它 它开始 可能这两年有人结婚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 对应这种方式 让这个团队还是个核心 或是 当然还有经济的问题 各方面 我们都试着去让它转换 而不是 而还继续玩 而不是用一个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 啪不见的 这种概念 对 因为合作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式 我觉得大家会凑在一起 首先是 至少 目前为止 彼此对世界的想象 然后对世界的看法 你要想做得好玩的东西 至少 你觉得好玩的东西 它不能觉得说 我觉得很难笑 这种真的没办法发生 那种感觉 可是四个人要合作 一定就会有声音的大小的差别 到底是以谁为主呢 因为总不能说 我觉得你也不错 然后大家磕磕气气 然后从这种东西 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因为一定还是有一个中心思想 而那个中心思想 其实有时候就是得 有人站出来 那你们这个 比方说像导演制的这种 或者是Leader制这种 是轮流做的呢 还是通常谁是老大 谁是老大 没有真的老大 会转换 我们其实两三年 也换了几个形式 一开始真的就是 大家平等乱说 但是当案件 属性开始不同以后 我们就变成有Leader的想法 可能这个比较适合自建的 他就会站出来 美学会往他那边跑 那如果是适合耿华的 美学就会往这边跑 那所以我们才可以碰出 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这里面我们就学主跟副的问题 就是说 他提出来的做法 我们就跟着做 我们也不要去质疑 因为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懂 但是我们做完了 我们下次就可以 提出新的想法 对啊 我们比较像这种方式 到目前为止 还是互相丢求的状况 很开心 对啊 其实我觉得组团 刚才有提到就是 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是 我们怎么样去沟通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个 叫调频会议的 调频会议 调频的一个机制 调频的一个机制 autotune一下 走音咯 走音咯 可是那个调频是那种 好像我接受你的频率 你接受我的频率 你懂我在干嘛 我懂你在干嘛 然后有时候就是 四个男生会讲到就是 那边要骂 要骂起来 要哭 哭喔 可是 是喔 你没有抱头痛哭喔 不会抱在一起 没有抱 撇得很轻嘛 抱头又怎么了 没有抱头啦 私底下抱 但是 应该说 但是会 会讲到一些比较内心的东西 就是 其实你们是挺敞开来 跟彼此沟通 对 艺术其实是骗不了人的 对 就是你想要做的东西 里面摆了多少诚意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到底到什么样的level跟程度 其实你做下去 跟你话一说出来 大家也就知道说 好啦 我知道你大概现在就是在哪里了 那我们就一起再往前走吧 那种感觉 所以 我常常访问 在这个环境里面访问一些艺术家 我觉得一个人要完成一个东西 其实已经挺不容易了 因为你脑子里面 谁说一个人脑子里面只有一种想法 他自己也要自己调比一下 更何况你们是四个人 不如就就着你们的作品 来聊你们的创作理念 我觉得那是最清楚的 因为作品其实就是会说话的 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这个东西 当时怎么想的 呈现出来别人看到又是什么 我觉得就能代表你们了 因为最难是什么 因为你们的作品都长得超不一样的 他不是有个脉络可惜说 我们看到这位大师 他从什么派又回到了什么派 没有 你们什么都做 就什么能尝试的你们都尝试 因为我在做你们的功课的时候 我也有一种这个file被错置的感觉 就是这个file应该放错了吧 应该是下个礼拜才要访问的人吧 为什么他也放在这边 也没错啊 就是豪华党兹工啊 OK 所以这些有点crazy 就是他们就是想玩一些好玩的事情好了 听说你们有两大脉络 一个就是俊极加灰尘 一个叫做照顾计划 请问我们介绍一下俊极加灰尘是什么意思 像我们组团的概念其实有点 我们希望它是像细菌一样 可以一直变种 是一种混种的概念去组团 所以我们在美学上 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透过四个人彼此激荡 然后可以创造出新的坑 我们之前不会想到的美学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四个人想法必须要有一些交叠 那最后交叠才会是最后 产出我们要的作品 所以在交叠之外的东西 它都是过程嘛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做灰尘 这个东西 OK 那谁附个掃灰尘 不用掃灰尘 不用掃灰尘 当它需要的时候就会再扬起去 我们只要踩一下它就扬起来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说 可能我们会想起说 之前有一个灰尘在那里 然后我们需要它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翻出来 灰尘也可能变鑽石是这样的 对 都是碳吗 因为有时候可能 都是碳 这个也说得出来 这是错 这是对的 不愧是理工科 因为有时候 某个时候 有人有一个想法 但是在当下 其他三个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可能过几年之后 大家理解了 还要过几年 它就可能可以执行 那我们就把它翻出来 比方说过几年的计划 你们过几年后 懂得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或是想法 其实不一定 举个例子 有可能是因为技术 我们讲了一个东西 我们觉得很不错 但是在当下 技术是没办法执行的 我们就先把它当作灰尘 白一边 然后继续激荡 到四个我们觉得说 这个时间点是可以执行的 我们就去执行它 其实天气好不好 我们都要飞 应该算是某一种 也是被挖出来的 对 也是被挖出来 但是其实不是在 好朗基工那个事情 是朗基工之前 就已经好像听说有类似的计划 但是还没有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 只是到了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变成一个团队的时候 觉得好像比较有可能性 去执行这样的计划 然后甚至把它扩大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第一个创业座 是这样的 创业 算是吧 对 因为其实它很像细菌 就是我们一开始 其实我们希望说 有点平等的去合作做创作 但是其实这么平等 其实非常困难 反而会变成说 我们希望说 我们个人的部分不要太多 我们希望保持 每个人都是可能25% 但是它其实更困难 所以变成说我们第一次 试出来的作品 我们其实也满满意 但是觉得说 好像可以有更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应该团体合作 只是好像每个人都只出一个 好像你专业的部分有参与到 我们觉得它好像可以交替出一个新的东西 而不是说单纯美学的东西 所以刚刚讲的照顾计划 就因为这样子产生 因为我们四个人觉得说 我们不只是四个人合作 我们可以找更多人做合作创作 那对象其实我们不一定说 我们去指派 我们其实才会遇到说 我们在当下我们遇到谁 想要跟他们合作 我们就会去思考说 他们的属性 他的背景 我们可以做怎样的创意激荡 出怎样的作品 所以照顾计划它会变成 形态就会像你刚刚讲的 为什么这个作品 感觉好像不是我们团队的 它就会因为这样子的方式 它有很多种形态出现 所以你也是一种变形虫 就是你们会因应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项目 然后做很多的不同的调整 那通常这些主题是 他们来找你们的 还是你们去找他们的呢 我们通常得到的都是机会 然后它给我们的创意空间非常大 可能像我们有一个水的计划 这是跟酒厂牌合作 那它给我们的主题只有水 跟循环 跟循环 那我们把它弄成一个补助 补助款的循环 就是艺术补助的循环 我们卖水 然后一半 卖水总额一半就变成补助别人 剩下一半再拿去做水 很酷耶 你说这跟科技 还是跟科技有关 就如果说它还是有一种要算计 计算 你要计算 你总不能让老板亏本 而且如果你要 它是一个很好的循环的话 它也要能自给自足 它才能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就是我们说物理环境是一种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态的层面 就如果它能够持续不同的 不停的循环下去的话 它就可以永久的经营 所以你们也做这些 可是问题是我想这个酒厂 当时来找你们的时候 应该是想说 我可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装置 你说对 那他们怎么收过呢 他们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 只是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很很不错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老板 其实挺有vision的 就是要不然一般讲说 你们都没做 我给了这些钱 那铁都没有给我打一个 算是什么科技技 我们的瓶子 还是设计一个 有一个新的设计 但我觉得idea是无价的 真的 因为这个是很很棒的 而且是很适合新的未来的世界 因为你说我们地球的资源 到底还有多少 能够攻击我们使用到多久以后 而我们如果再不想办法跟他们共存 或者是再不想办法好好跟他们相处 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该何去何从 因为我在看你们的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 其实你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拍MV 因为音乐 音乐你也做音乐 你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灯光效果 对 在一个 你说MV其实就是画面 除了你说了说一个故事之外 你能够跟音乐做如何的结合 给大家更不同的视觉效果 这是一种做演唱会 因为我看到你们很多大型的那种灯光装置 我觉得如果能跟节拍或者是节奏 做一些结合的话 太酷了 然后我就再看下一个你们作品 其实你们都已经做了类似的事情了 比方说你们有跟现代舞做一些合作 我觉得那个作品也很先进 就是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 就是一般来讲灯光音乐 很有可能就是拿来服务现代舞的 现代舞就是想好了我要怎么编 然后我们就是大家match一下 可是其实你们是把 就声音也都是主角的一部分 甚至声音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主角 灯光也是一样的 反而舞蹈变成是一种辅助的角色 这是比较少看到的一种表演形式 要说说这个表演吗 我们其实有讲好一种想法 是关于在一个舞台上所有的东西 当然主角演员这些都是主角 舞者也是主角 可是其实他背后那些东西更重要 比方说灯光 比方说一个只是一个会 只是一张椅子 我们都希望他被很直接的 视为表情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作品 实验的作品里面 给他们都各自一个段落 然后跟编舞家去讨论说 这个段落里面的肢体跟光线 我们如何讲一个故事在这里面 那你说这个作品应该叫m 它是从它整个贯穿是用声音 所以它的声音转换是比较直接的 一直流转 从水滴到雨声 还有杂讯 杂讯 杂讯让我们想到海浪的声音 所以左右声道变成船的摇摆 那往后就是跟着这个听觉的脉络一直走 所以观众在现场是戴着耳机的 他是戴着耳机 他拿下来他就听到舞者的声音 可是他戴起来他会听到我们制作过的声音 就关于这整个声音的历程 对 他就好像在看一个电影 那这个是周舒逸吗 对 是舒逸找你们的呢 还是你们找上他的呢 因为这种合作到底是谁先发想出来的啊 我们的表演作品比较多是我们去邀演舞者 可是其实更好玩的是我们邀他 我们跟他说 跟我们一起的合作必须是长期酝酿 所以我们从论了他之后 每个礼拜三晚上 就八个人就在那边开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有一个是 就是那个跨领域的那个状态 我们比较不希望是我们先把很多事情想好了 然后再抠舞者 抠音乐 然后抠服装来 变成好像是我想好了好多东西 然后我要这个风格 我要这个风格 然后你就来完成他吧 不是这样 我们的跨领域比较是 是把这些人先 可能先挑好说 他可能适合这次可能想象 或是也许他最近是可以来玩这件事情 我们来找来 那他刚才说那个八个月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 这八个月每个礼拜的相处 然后一直在那边丢 甚至我们根本没有文本 我们就开始 然后先瞎聊 上次他说 来吧我们先一条情绪曲线 画一条线 这线要干嘛 他说就是我们假设观众的情绪 被这条线带着走的高梯起伏 我们在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想要带给什么 那可能有一个主题是一个M 它可能是一个声音 它可能是一个动作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在这里面 应该如何去创作 那跨领域这样这三个作品里面 我觉得比较会是 是慢慢的调整到这样子 是我觉得是学习你的专业 然后你了解我其实在做 可能机械装置的时候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一个控制的人 写程式控制的人 他也可以了解舞者 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有交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照顾计划 照顾计划 照顾计划是一个蛮妙的 就是我看了你们的作品里面 有一个就在《我在法国》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的那个影像 是有一个女孩子 像演墨具一样的 她做身体的舞动 但我也是看了一段 我才知道说 她用她的身体在写字 就是写我 我在 哇在 写完了 法 其实她写得挺漂亮的 因为那个水 我觉得很好看 对 法 国太难了 好然后 真的好难 真的 超难的 都快抽筋了 然后我就看了 我想说 这是豪华朗基工 OK OK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而你们到底 因应了这个计划 又做了什么 这我真的今天好想问你们 这个计划 其实是我们成军 然后到 第一次到国外住村的 起始的作品 然后在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分了对内跟对外的照顾 那怎么说对外是 其实又如陪着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我们一起认识那个地方的环境 然后我们给那个地方带来一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们习惯 就台湾或者是东方社会里面做成操 不管是太极 土风舞这类型的 呃 沉间活动 然后又如他透过自己的 就编舞这个角度 带着我们在城市的很多角落 做这个成操这件事情 做大太极这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无形的去连接了就是这个城市 因为它是一个法国中部的小镇 这个小镇 过去有一个 有一个三百年的纺织厂 被一个英国人买下来 然后我们到那边去组成 所以其实他们本来有一个 比较大的距离 是没有办法 比较频繁地交流的 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又如带着我们在外面 我们一起做这些 这些活动之后 他们开始 对我们这些来的东方人开始好奇 甚至会有当地的居民 会问说他们明天会在哪里 他们想要来加入我们这样子 那甚至我们后来到一些咖啡厅 或是买菜的地方 买肉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聊天这样子 所以这个对外照顾 对我们来说那个作品 可能看到的影像是一个我们的成果 但是我觉得更实际上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创造出来是人跟人距离之间的拉近 然后把他们本来银发之间这种隔阂 又是买了他们这种三百年 过去在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脉的 这个空间 把这个距离给拉近这样子 所以这是对外的照顾 对内照顾其实就不用说 因为他真的是年久失修 而且到了冬天其实没办法住人 然后下雪会把屋顶压坏 所以那个主人根本就一天到晚在修房 对 ok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修房子 我们是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你想做但没办法完成的 对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能力 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做成一个作品 所以才会看到就是说 从门口的一只插画的鲸鱼这样子演变出来 在楼梯间他开始说像鬼屋没有灯的状态 开始有灯然后稍微帮他 变得比较不那么可怕 然后再到最后最困难的就是他说 他有个酒吧 我想说你疯了 你要酒吧 然后我们就想说好 那个纺织厂有很多以前留下很漂亮很漂亮的东西 但都在仓库里面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一种回收的方式 就把它整理出来 其实就只是再装饰 然后是用他原本的旧木料 然后再重新帮他装点了他的厕所 变成酒吧 厕所变酒吧 所以那个地球会从地下的 延续这个照顾计划的概念 你们做了一个叫做日光浴 对 然后让大家在美术馆里面晒太阳 然后我其实有看 我看了一个 可能是你们在曼彻思彻做的日光浴的影像吧 对 你们做了一个好大的太阳 对 那个太阳 因为平常我们不能这样看太阳 而且我们对太阳的想象其实就是 这样 对 因为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变化 可是其实你们做了蛮多设计 而且 好像其实你们那些太阳是 太阳的组合 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过来的 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计划吗 日光浴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喜欢日光浴这个作品 所以一路上到目前已经七八个改版 其实日光浴它的开始是透过回收当地的旧灯具 大家家里都有不要的灯具或是坏掉 其实那个是在家里放了很久很有情感的东西 我们把它借过来 或请它捐给我们 我们就把中间的灯泡换掉 这个部分是收集的部分 那在现场我们做的事情是 创造一颗具有殷勤圆缺的人工太阳 我们想要借着这个层次去讨论前几个层次的问题 从观众看到这个作品的一开始 是一个很绚丽的光的状态 好像在一个室内晒太阳 可是当他靠近一看 他会看到这些组成灯具的层次 那在第一个版本里面 我们会放每个人的名字的标签 有点像光明灯 你干嘛这样讲 那捐的人是 他们捐的啊 他们知道 我们还请他签名 OK 他们觉得那种感觉 对 你也挺好的 然后当观众走到这个作品 再靠近一点 靠近太阳一点 再往后他会发现 他是由木头的骨架搭建而成 他的后面每一颗灯都连了一条线 然后集中到一个控制台 然后再接到电脑 我们希望观众看到这全部的事情 是因为观赏的层次 你从前面走走近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漂亮的东西 它的背后是需要累积的 包括我们现在许应用的科技 所以说这件作品 跟表象上看起来 就有点科技艺术的感觉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是 跟科技艺术的内层的那个状态 还是对我们这么多的科技师 可是他背后有一些复杂的层次 我们要顾好 比如说一根线断掉都不行 我们要改那个线 改那个灯头怎么改 这些都是不能失误 只要一失误 他互相就没办法搭建成这个美丽的景象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件作品 比较深刻的想象 不是单单谈了一个回收的或环保 而是我们想去谈 我们连我们自己都在 运用的科技的背后 我们要如何善待它或是照顾它 比较像是这样 那这个好像这个日光玉的计划 其实你刚刚说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演变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展览过 可不可以说说 在不同的展场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而看的人也不一样了 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反馈呢 如果从最新的 就是今年去曼特斯特的 这个日光玉的话 曼特斯特本身是一个工业的城市 所以它在过去有非常多的工业的背景 很多的第一名 然后包含音乐的发展 都在那个城市发生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在那个地方 我们在那个地方装作品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有游客 或者是当地在博物馆里面工作的人 跑过来跟我们聊天 那其中有一位他跟我说到 过去他在他们的父辈或是祖父辈 在曼特斯特 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记忆 跟过去的成绩是很辉煌的 但是到他们这一辈的时候 大概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三十几四十岁 这一辈的 他觉得开始变得比较迷烂一点 然后当他们看到我们去在这个地方 然后回收了当地的灯具 重新把这个灯具的生命 重新再放回来 变成一个美丽的景象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像是一种省思 然后但是他同时告诉我 他觉得有点愧疚 他就在跟我讲说 那他们到底在这个世代 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作品 这个作品在那个时刻会特别有意义 就是给人家的可能不是只是看到 那个灯光的闪烁 泯灭这件事情而已 而是反思到他们这个 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背景啊 人文这些事情 好像不只是在曼特斯特有这个展出 台湾其实也有吧 台湾有 我是觉得其实 作品在旅行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 可能是特色或是风土民情 或是国家习惯 因为台湾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灯具 有可能是民家 就是人家家里的 有可能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 跟政府单位收的时候 他会那个时期的特色 看到一个可能时代性的部分 或是说在台湾 他空间可能比较大 比较怀旧 所以他会把一些东西收着 可是我们到香港的时候 都是收不到灯的 因为太小了 空间太小 你没有办法 留着东西 留东西 我觉得这是可以看到一个 可能地区的特色或特性 然后你开始 原来这个地方 其实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去到国外的时候 其实也会遇到这些不同的状况 就是讲好了是什么 但是到最后就是又没有了 可能又跟做事情的民族性 可能又有点关系 看到不同的层面 那有点像 像 我觉得像前期好不好 我们都要飞 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从作品去看到不同的世界 在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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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里面 天氣好不好 我們都要飛是一個乍看之下 覺得跟科技藝術 到底有什麼關係的作品 可是當然你仔細看 你就會知道 他裡面有很多技術性的事情 要克服 你如果不是有這個技術性的 idea跟方法 know how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事的 好 這個是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跟你們合作的 是他們先找上你們的嗎 還是他們想到你們的 邀請我們一個個展 然後我們提了這個想法 本來一開始是三千個小朋友 後來我們去住個村 就是去剛剛那個我在法國那邊 住村回來就變三萬七千兩百 這是誰幫你們加上去的 他算的 你算的 對 因為其實這個計畫其實他就很像我剛剛講的灰塵 他可能在我們研究所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們知道說他其實需要很多人的力量的集合 他才可以完成這個作品 所以在那時候其實是不可能完成的 然後其實他是一個招國計畫 我們遇到台新藝術基金會這樣子的對象 我們可以怎麼合作 其實他們資源蠻多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 好像這個灰塵可以再被揚起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做這個計畫 那一開始這個計畫原本我們只是在想一個簡單的合作的共同創作 我們覺得好像三千人就已經蠻龐大 是 相當龐大 對 但是我們就是想說那我們要合作怎樣的內容 所以我們去探討說我們之前的豪華人機公原本以前的創作脈絡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像耿豪耿華他們對於飛行跟童年 這個主題 就走宮崎駿路線就對了 他們其實蠻多作品 就是在這個主題下follow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發展出一個鳥的飛行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飛行不簡單 需要更多人完成 然後他就跳了一百倍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你用三千個 我們也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就是我知道說 就這個意思 不錯不錯 這案子也很好 但一做做到三萬個 擺明就是什麼 擺明就是我們要創金式世界紀錄 而且短期之內沒有人可以打破 就你看學沒關係 三萬個就在那 那你們是用這種心情嗎 要不然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調了十倍 很簡單 就是那隻鳥是一隻山低的鳥 那就每個角度上上下下 全部都要探險 而且加上翅膀的擺動 對 所以你們是計算過的 計算出來了 不愧是科技藝術 你們都是算出來的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希望把那個鳥飛行的資料庫 建構出來 對 所以我們一張都不能放過 好一個一張都不能放 那趕快就要列入金式世界紀錄大哥 好 那告訴我們 你們跟台欣說的時候 台欣說 呃 起笑 還是 他們就覺得說 哇 太好玩了 沒有耶 他說 三萬七千 OK啊 就做啊 一口答應 嗯 但是這個計畫本來從半年的製作期 變成兩年半 兩年半 我覺得十倍的人數已經變 只有五倍的那個時間是 算你了 對 所以你們要去每個不同的學校 告訴小朋友你們的想法 對 然後要怎麼畫 然後還要陪他們一起畫嗎 對 然後再同時間把它收集回來 對 然後再輸入在電腦裡面 然後才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動畫 對 就真的好多好多的畫 而且是各式各樣 天馬行空 對 就有的小朋友也畫鳥 有的小朋友硬是不畫鳥 對 就你們有給他們這樣子的 開放式的選擇嗎 有 所以你有跟他們說可以不用畫鳥 我們跟他們 我們 只要不撕爛都沒關係 我們其實都跟他 我們都會問一些問題 比如說 鳥一定會飛嗎 會飛的硬是鳥嗎 那還有什麼會飛 要飛機啊 這樣來我們板叉也會飛啊 鞋子也會飛啊 這些都小朋友告訴我們 板叉也會飛 對啊 他們看桃雪游泳長大的 對 真的 其實我們也是 因為其實我們只給他一張空白紙 上面只有那個鳥的線條 可是那個線條 其實我們希望他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也許他看到這個輪廓 他覺得那不是鳥 那是一個芭蕾舞者 他就把它畫成一個芭蕾舞者 對 真的 我就看到這樣子的想像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最開心的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想像 嗯 就是他已經超過我們原本預期的 所以我們每次去收集完一個學校的作品 我們在車上我們就要去聊說 欸 我剛剛看到小朋友畫什麼 超精彩 對 我們就是一路上都在聊這個 可以舉些例子嗎 因為你知道 我是看一個影片 很快的 真的超快的 其實你就只有一個畫面印在你腦子裡 但是不是印得很清楚 因為他到底畫什麼 很快下一張又把它蓋過去了 但因為你們是一張一張一張這樣看的 對 所以一定也有讓你們覺得說 這你也畫得出來 對 那種東西 而那個真的是要定格才看得到 對 所以給我們一個機會吧 就你們說了 我們就想辦法定格 我們也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天馬行空的 其實藝人只要講一個就可以了 我看過一個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多印 再拿一秒 幾分幾秒 不要講啊 你不可能叫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秒一秒 一格一格看吧 我們回去找 我可以找得出來 OK 好 因為你只要有號碼就可以了 對 他一開始畫的時候 畫一堆黃黃的東西 然後他就是這樣畫 他就轉來轉去一直畫 畫完以後我就說 這是什麼 他就轉過來給我看 就是一個蜂蜜蛋糕 然後上面那個鳥就變成奶油 融掉 融下去 想不到 然後而且要倒著看 就是正面不是那樣子 是要翻過來看 可是你scan的時候還是 沒有 我必須用翻的 就是必須翻過來 他就是故意整理 但也無所謂 很多小朋友都會 會跟我們玩這個東西 OK 好 這是你的option 你的 我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好像家裡是 他爸爸是公主 還是什麼 公主 公主 就是那個 公主 我想說他把 是Elsa 還是安娜 哇 會讓你結冰 哇 OK 好 然後他就畫 就是跟很多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他把 那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世界 對 他的世界 然後他非常有趣 他 我們就問說有沒有人要分享 他就說 然後他就開始念那個 有點像誦經 符咒那樣子 符咒經文 他畫龍 跟神佛有關 就是一種環境的表現 就是他的家裡的環境 其實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小朋友說 我們都會問說你要去哪裡 他說 我要飛去緬甸 他說為什麼 你怎麼這麼小 然後在二三年級就說 我要飛去緬甸 然後我們就問他 他就說 因為我媽媽在緬甸 我問你媽媽為什麼在緬甸 其實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會發現有很多的狀態 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環境 隔代教養 單親 好多好多故事 就是在這過程裡面 然後跟他們聊天 他們其實不會很悲傷 可是 當他們講出這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 我們自己就會有一些 不同的思考會產生 那時候在講照顧計畫 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照顧計畫 我們在英文裡面寫 Wood Packer Project Wood Packer 是啄木鳥 他在講一個樹跟鳥之間的一種關係 他是互相給予的 並不是單向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計畫裡面 其實他不會是只有 我們給什麼 創造什麼 是其實他們也給我們很多 跟學習的機會 來 哥哥 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小朋友直接反映他的狀況 但是有點像你說的 其實他並沒有 夾雜的太多負面的情緒 他只是把他的現況表達出來 那 學校我就不提 但我覺得就是那個環境 他就是 那個非常印象深 因為我那天在拍紀錄 然後我的鏡頭就在 那個小女孩的身上 國小一年級而已 然後 他的畫面 顏色非常的豐富 用色很大膽 他幾乎整張都塗滿 然後色塊 基礎調是一個暖色調的畫面 隱約可以看到一個 細細的黑色的鳥籠的線條 把一隻鳥關著 他在編畫的過程中 他就說阿姨 他在跟另外一個同事講 他說阿姨 我想要把這隻鳥關起來 我要把他上鎖鎖起來 然後 但他在陳述這件事情 他在編畫的時候 其實沒有任何負面情緒 他就是非常開心的 很大的 很大膽的在創作這樣 然後後來再去了解 他們學校的環境 其實是他們從小學一年級 一到五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是需要住校 那有點像你剛剛說 他其實可能 並沒有這樣負面情緒 覺得他想媽媽或什麼 但他只是很直接的表達了 當下他在這個學校裡面 就是需要待在學校裡面 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這整個旅程裡面 看到了就會有很多小朋友 在自己心裡面的吶喊 直接放到畫面裡面 字姐 我覺得有一次 我印象滿深刻的 是我們一開始進行 這個計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遇到 有一些比較像是自比兒的小朋友 但是我們當下不曉得 然後老師其實他都會把 把那些小朋友排在最前面 然後一開始其實我們都會 一直去看小朋友畫什麼 然後跟他們聊天 但是你碰到像這樣子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看不懂 看不懂他們畫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越好奇去想知道說 你到底在畫什麼 然後當我想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不會回應我的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是可能 是自比兒或是其他有障礙的小朋友 但是老師就跟我說一個很特別的事 他就說其實這些小朋友 他們不會對陌生人笑 但是他卻有對我們微笑 就是雖然他們有直接回應我們說 他畫什麼東西 但是我會覺得說 好像創作這件事情 已經把某些隔閡打開了 就是他不會那麼排斥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陌生人 然後我就會去盡量去猜說 他到底畫什麼 當我可能猜到他畫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很開心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你們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難怪會一直持續的玩下去 因為就感覺沒有一個鏡頭 因為你們也不給自己設任何的限制 說到這邊就不是科技藝術了 Bye 也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什麼好玩就做什麼 然後想到什麼就克服他 完成他 那接下來呢 豪華朗機公有什麼大的project 或者是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可以繼續跟我們分享的 其實好像也沒有所謂下一步 是好多部一起在走 所以就是要看 我們就在那個時間上一直走 然後好多事情就會一起發生 那我們就敬請期待 豪華朗機公 最後還是要比這個頭 豪華朗機公 能夠給我們什麼surprise吧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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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